好我们下边来看下一个高频考定 债券价值的影响因素 这个需要关注客观体 单选多选 这里面有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去 能理解原理理解原理 实在理解不了 我们就掌握结论 债券的价值 就是未来现金流浪限制 那根据它的模型很明显 影响债券价值的 包括未来现金流量 它会受面值和票面率的影响 我们要未来现金流折现 要和折现率有关系 你未来现金流量10点不同 你折算出来的价值肯定不同 而10点它取决于负息期 或者说负息频率 一年负一次离息 那一年的现金流 就是在年末 那一年负两次离息 有两个现金流 每半年一个 那负息期越长 也就相当于负息频率 怎么样 越慢 如果负息期越短 一个月一个月就开始负 那负息频率一年就是12次 对吧 负息频率就会比较大 还有呢 就是你倒期时间 决定了未来现金流量的一个终点 未来的现金流量 到底能够取得多少年 那其中 前面的两项对债券价值的影响 很明显 因为未来现金流量折现 而未来现金流量 面值漂便利率一成 得出来就是民间的利息 你利息越大 当然价值就会越大 这个是容易的 但是后面的几个 像折现率呀 负息频率 负息期 以及到期时间 相对来说呢 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重点要掌握的是 后面的几个结论 就是折现率 也就是等风险的那个市场利率 和你的债券价值之间的关系 负息期的长短 还有就是到期时间的长短 重点是讲后面的三个 来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债券价值与折现率 所谓的折现率 我们刚才一开始说 我们在进行债券价值评估的时候 折现率用的是等风险投资的 一个市场利率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 投资者到市场上 如果去做相同风险的 这种投资的话 他能够得到的报酬率 那债券价值 总体上来讲 债券价值与折现率 必要报酬率 或者说等风险市场利率 是反向变动 因为从这个 从数量关系上 是很容易理解的 未来现金流量既定的情况下 不要对单轻折现 那折现率越高 那你分部越大 最终评估出来的价值就会越小 对吧 这是从数量关系上 当然从道理上来理解 也好理解 因为折现率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我 投资者投资债券的一个击毁成本 必要报酬率就是击毁成本 就是等风险的市场利率 那你想 你这个债券的利率已经定死了 8% 市场利率越高 意味着投资者拿相同的资金 到市场上去做投资 更划算 比买你债券 获得你债券呢 既定的那个债券的利息呢 就更划算 所以市场利率越高 意味着你的债券价值呢 就一定 它就越不值钱 你的价值定价 一定就会定的更低一些 但如果市场利率越低 相对反过来就意味着 你债券的价值呢 就会越高 所以两者之间是成反向变化 那第二个关于债券的定价规则 这个也是常规的一个结论 那依赖于票面利率和折现率 就是市场利率之间的大小的比较 那债券应该是溢价发行 平价发行 折价发行 那当然这种比较 我们是建立在相同的计息规则下边 来进行比较 你票面利率如果等于折现率 那债券的价值等于面值 你比如G7的票面利率等于G7折现率 有效年票面利率等于有效年折现率 那债券价值应该是面值发行 等于面值 但如果票面利率小于折现率 怎么样 债券价值就是折价 发行 债券的价值呢 就会低于面值 但如果票面利率大于折现率 债券的价值就应该超过面值 一样的思路就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如果市场利率和票面利率一样 那投资者呢 相同的资金到市场投资和购买你的债券是一样的 那当然就可以按照面值发行 当然如果市场利率要高于票面利率 投资者更强项于同样的资金到市场去做投资 它就更划算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债券的相对来说就不值钱 所以债券的价值就会低于面值 否则债券的价值大于面值 这个定价规则比较容易理解 来我们下边通过一道例题来给大家去解释债券价值和折现率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折现率市场利率发生变化 会影响债券的价值 来看一道例 家企业 你评价发行面值一千元 我一千块点准备发行 每年复习一字 到期还本的两年期债券 当前等风险债券投资的年市场利率 是10% 也就是必要报酬率 或者说有效年折现率是10% 那么要求有三问 第一问该债券的票面率应该定为多少 第二问 当企业既定票面利率10%以后 说发债时的市场利率 实际发行债券的时候 市场利率是不断在发生波动的 市场利率下降到8% 那我们就要及时调整发行价格 那这个时候发行价格可以调整为多少 当然再有一个 当我既定票面利率10%以后 若发债时的市场利率上升至12% 那你也得去调整我的债券发行价 应该定为多少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问 第一问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市场上 投资者投出一笔资金呢 每年得到的必要报酬率 回报率是10%就是有效年折现率 或者说有效这个年市场利率是10% 我现在是准备平价发行债券 面值一千块 我现在就准备一千块钱去发行 那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结论 实际上很容易能够想到 投资者到市场上 花一千块钱去投资 一年可以得到一百块钱的收益 对吧 那如果我现在 你就看一下我能不能面值发行 我如果面值发行债券 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同样要花一千块钱 而我这个债券的 票面利率要定在多少 那你想了 投资者到市场上拿一千块钱 一年可以得到一百块钱的收益 你现在让我买你的证券 债券你要面值让我买 我花一千块钱 我也得从你的债券身上 得到和我在市场上一样的回报吧 所以你说票面利率应该定在多少 也定在百分之十 所以一般我们在确定 你债券的票面利率的时候 为什么定到百分之五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是参照同期市场上 等风险投资的一个市场利率 你是百分之十 好那我也就 我要按照面值发行 我就可以定在百分之十 换句话来说 我要定在百分之十的话 投资者花相同的一千块钱 无论是购买债券 还是到市场投资 效果都一样 对吧 那我就定在百分之十 所以第一文就出来了 所以发债的时候 票面利率是根据 等风险投资的一个折现率 标报处理来确定的 当前等风险投资的年折现率 实际上等风险投资的 一个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十 也就是我债券价值 评估的那个机会成本 必要报酬率 所以我们票面利率 自然定在百分之十 那我可以验证一下 这种关系 来说明我们刚才的这个结论 那假定票面利率 I责 我因为是要拟评价发行 那你现在的价值假定就是一千 我就定下来了 我就一定要面值发行一千 我们来倒退一下 我当前市场上的折现率 是百分之十市场利率 我用它则折现率 分子上的现金流量 那每年的利息一千乘I 我们应该等于我拟面值发行 那你这样的话去求这个I 求出来I一定就是百分之十 好当我们求出来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十以后 我们把这个百分之十 再带回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当然成立 左半边一千等于右半边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式子做一个变形 左右两边 我们同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最高次方 两次方 那么左半边就变成了 一千乘以加百分之十的两次方 右半边的第一项 一千乘百分之十除以一加百分之十 再乘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两次方 那就可以消掉一个一加百分之十 那就变成了一千乘百分之十 再乘以加百分之十了 再加上第二项 是一千乘百分之十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平方 那再乘一个一加百分之十的平方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千乘百分之十了 这是第二项 一千乘百分之十 第三项就变成一千了 好了 那么你来看一下 左半边这个是什么东西 右半边的这些又是什么东西 左半边一千 这个百分之十我们成的是分母上的一加百分之十的两次方 这个百分之十指的是市场利率 那左半边一千乘一加百分之十的两次方 不就相当于我拿出一千块钱 到市场上按照百分之十的收益率利率去投资 两年末以后的一个本西盒 也就是两年末以后的中值吗 而右半边分别是什么 一千乘百分之十 这是第一年年末拿到的利息 对吧 是不是第一年末拿到的利息 然后再乘一加百分之十 我把它拆出来 那就是一千乘百分之十再乘一 那就是一千乘百分之十 这是第一年末拿到的百分之十的利息 然后呢 一千乘百分之十再乘百分之十 你这个是你第一年拿回来的利息 再乘这个是市场利率 不就是你第一年拿到一百的利息以后 到市场上又按照百分之十的市场利率进行投资 所获取的一个再投资收益吗 对吧 那实际上整个这一块 也就是前面的这两部分之和 也就是你第一年末拿到的一百的利息 又在市场上了投资一年以后 在第二年末的本息和 第二年末的中值 再加上第二年末 你又拿回来第二年末的利息 这不就是第二年票面百分之的利息吗 到第二年末 你又收回面值 所以等式的右半边 指的就是你购买的这个债券 在两年末以后的现金流量的一个中值 所以从这个结果当中我们看到了 你拿一千块钱到市场上按照百分之十 投资两年以后的中值 和手里的这个债券给你的利息和本金的现金流 在两年以后的中值是相等 那么既然这两个中值相等 就意味着这两个的限值应该是相等的 而市场上的这个投资对应的限值 就是你现在拿出一千块钱 而债券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既然它的限值相等 自然意味着债券你现在的价值 也就应该是现在的多少 一千块钱 所以可以看出 当市场利率等于票面利率的时候 投资者购买债券所获得的现金流量 在两年后的中值 与投资者在市场上投出一千块钱 在两年后的中值一致 既然两年后的中值一致 那么现在的限值就应该相等 债券的价值 就是我在市场上做这笔投资的一个限值 一千 所以债券定价应该定在一千块钱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我债券已经印制好了 所以也已经公告了 说我的票面利率 刚才不是定出10%了吗 但是两个月以后 我才会发行 发行债券还要靠后 由于市场利率不断的在发生变动 你真正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市场利率可能不再是10%了 那市场利率一再是不再是10%了 我们还能不能去调我当初债券的公告当中的这个票面利率 我再调成变化了的市场利率再面值发行 那没法调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一旦你将来实际发债的时候 市场利率发生变化 你债券就面值就发行不出去了 或者你就没有办法按照面值发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去调整发行价 通过调整发行价格的方式 来吸引投资者来购买这个债券 而不应该修改票面利率 所以这个时候 一旦你未来市场利率发生变化 债券的价值就应该变到什么水平 也就决定了你的发行价应该处于什么水平 那我们仍然看一下 根据债券的估值公使 此时 提干第二个问题是说市场利率呢 我们有10%降到了8% 市场率下降了 那根据债券的价值的公使 未来现金流量仍然是我们利息加面值 那折现率变了 对吧 所以在发债的时候 这个债券的价值是多少 这个指的是你发行债券的时候 这个时候债券的价值 那你就按照发行债券这个10点的市场利率 8%做折现率 折出来最终是1035.67 那也就是说 在不改变我债券的面值上面利率 负息期的这种情况下呢 现在债券呢 合理应该按照1035.67的价值来发行 那为什么定出来就是1035.67 怎么去理解它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市值左右两边 同乘一个一加8%的最高次方 两次方 那么你看了 两边同乘一加8%的两次方 其中一边就变成了1035.67 乘一加8%的两次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投资者 拿出1035.67 到市场上进行投资 8%的收益率 两年以后的终止 而又半边一次 这是我第一项 乘出来的结果 那么就是第一年拿到了 1000%的票面利息以后 在市场上 再按照8%的利率 投资一年以后的 也就是两年末以后的终止嘛 对吧 你要把它拆开 它乘一 就是第一年的票面利息 你拿到第一年 票面利息以后呢 又可以在市场上 你看这是拿回来第一年的利息 在市场上按照8% 再投资一年所获取的再投资收益 然后这是第二年末 拿回来的第二年的利息 第二年末拿回来的面值 一样的道理 右半边 就是你 什么 投资于这个债券 所给你带来的心理流量 在两年末以后的终止 两个终止相等 那么限值就应该相等 那就意味着这个债券的价值 就相当于你在市场上 做这笔投资 这个终止两年前的限制 限制是多少 不就是1035.67吗 所以这个时候 债券的价值定价 就应该定在1035.67 所以这个总结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了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能不能看明白 应该也容易理解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因为刚才第一问 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结果 如果现在市场利率 和票面利率一样的话 那么债券肯定是可以面值发行的 虽然你现在市场利率变成了8% 但是我们可以假设 可以假设 假设当前市场上 就在你市场利率8%的这个点呢 有一个什么呀 票面利率8%的债券 那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 如果票面利率和市场利率相等 你的债券呢 肯定是面值发行 所以假设如果现在市场上 有个票面利率是8%的债券的话 这个债券一定就是 面值1000块钱去发行的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的 10%的票面利率的这个债券 和市场上 所以你看该债券 与当前市场上发行的 票面利率8%的 平价债券相比较 因为那个债券一定是平价发行 两年以后的中值 会比人家多出41.6 这多出来的41.6怎么算的 那你想 如果现在当前市场上 有一个面值发行的债券 012 他一年的利息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80 第二年利息80 外加一个面值1000 而我们现在这个债券呢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债券呢 012 我们这块是100 这块是100 这块是一个1000 你可以算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债券 和人家当前市场上 面值发行这个债券呢 两年以后的中值差多少 对吧 差多少 那你看 1000乘以10% 是我这个100 再加上什么 1000乘以10%乘以8% 那这两个合在一起 不就是我现在这个点的100 又经历一年投资以后的一个中值吗 那就是1000乘以10%乘以括号 1加8% 再加上1000乘以10% 是我第二年年末拿到的利息 再加上面值 那前面这部分就是我 现在我这个债券的 这100和这个100加1000的一个中值 而如果现在市场上 有个面值发行的债券 它的中值 不就是这个80 在一年以后的中值 再加上80 再加上1000吗 那它应该是多少 1000乘8% 这就是这个80 再加上这个80呢 经过一年投资 再投资的收益的8% 再加上你最后的这个80 再加上这个100 好了 最终差呢 多少 两者的差呢 就是41.6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这个债券 两年以后的中值 比假设你现在市场上 有个平价发行的债券的中值 在两年以后多41.6 我中值要比你多41.6的话呢 我价值 我现在的限值 就应该比你多41.6 除以加8%的两次放 应该是35.67 那你说了 你是一个平价债券 你现在的限值肯定就是面值1000了 我应该比你多35.67 那么我的价值应该是1035.67 那这样的话呢 结果和我们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 当然一加35.67 也就相当于因支付较高的利息 而给予发债企业的一个补偿 好 第三问的话呢 应该就容易解决了 一样的思路 我们按照12%变化否的市场利率 进行债券价值 评估出来966.2 发行定价呢 就应该定在这个水平 为什么 那然而是两边同乘一加12%的两次方 最高次方 然而是我们前面的分析的原理 左半边呢 是你拿出966.2 在市场上按照12%的利率投资以后 两年后的中值 而右半边是我购买这个债券的现金流量 未来在两年后给你带来的中值 两者相等 那中值相等 限值就相等 那你的债券的价值就应该定在966.2 或者我们可以同样的去假设 当前市场上仍然是有一个按照12%的票面利率 进行定价的一个面值发行的评价债券 那我们可以仍然按照前面的方法来计算 我这个债券和人家面值发行的这个债券呢 两年以后的中值 我比人家会少42.4 一样的算法和前面 你中值比人家少42.4 那你的限值就会比人家少 42.4除以加12%的两次方 33.8 人家是面值发行 你比人家限值少33.8 那你应该是多少 1000减去33.8 仍然是966.2 这就是折价发行了 好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一道多项权的题 甲公司折价发行公司债券 一旦看到折价发行 立即就要反馈出来 有效年折价率 或者说市场利率吧 要比我们的票面利率是要怎么样高 你债券不值钱 所以你才要折价 债券的期限是5年 面值是1000 票面利率8% 每半年复息一次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该债券的有效年利率 该债券的报价利率 该债券的继续期利率 你就一定要注意了 我刚才说过 有效年利率也好 报价利率也好 寄期期利率也好 它一定要有特质的对象 债券本身基于票面利率 会有这三种利率的区分 那市场利率也有 或者说折价率也有这三种利率的区分 人家现在的选项当中 问的都是该债券该债券 所以这里面的有效年利率 指的是有效年票面利率 这里面的报价利率 指的是有效年票面利率 这块的寄期期利率 指的都是寄期期的票面利率 所以你看 票面利率8% 那肯定是属于报价的票面利率 那每半年复习一次 对不对 那G77就是4% 4%小于8% 那你说对吗 肯定是对的 那有效年利率呢 肯定是大于8%的 那1加4%的两次 扣起来两次方简易 应该是8.16% 那道题手里 虽然我们还没有讲 但是你可以想 因为你是折价发行 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原理 你折价发行的后果 实际上是让投资者 投资这个债券 能够获得的报仇率 就是到期收益率 和你市场利率要保持相等 那因为折价 所以市场利率 肯定比你的 这个债券的票面利率要高 所以到期收益率 一定会大于8% 否则你就不会折价 你面值发行 到期收益率是等于 票面利率8% 折价发行 到期收益率会怎么 大于8% 但溢价发行 你就会 到期收益率就会小于8% 所以这道题是错的 这个选项是错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择BCD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影响债券价值的另外一个因素 到期时间 当然这个结论 我们主要都是针对平息债券 就是分期付期的债券 所谓的到期时间要明确 指的是评估基准日开始 就是你站在评估的这个时点 一直到债券的到期日 之间的一个时间间隔 这叫债券的到期时间 那债券的价值和你到期时间长短 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有同学可能会这样去想 因为我现在给你个债券 平息债券 0 1 2 3 4 5 假定我这个债券的面值 100万 票面利率10% 我评估10点 假定就是这个点吧 那一开始呢 是5年到期 那现在呢 我要调整到6年到期 或者说7年到期 我要延长到期日 那有同学会想 你原来5年 你收5年的利息 你现在6年收6年的利息 那有什么说的 到期时间越长 你收的利息越多 那你现在的限值 一定就会越大 债券的价值就会越大 但是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呢 那如果我的期限是5年的话 利息你比如 10 10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面值 你再算债券价值的时候 这个面值还要挽回折 我这个面值100 挽回折的时候是折5期 如果你要把它延长到6期的时候 虽然这块多了一个利息10 但是这个100 这块没有了 你要在这块 才能收到这100 虽然已多了一个10 挽回折这部分限值 但是因为这100的面值 推迟到第6年末以后 以6期 复利限制挽回折了 它会变小 100的折限值呢 会变小 虽然你增加了这一个10 多收这10的一个利息 所以我们就需要两相权衡 你多收的这个10的利息的限制 和你推迟收的这个100 你折限的限制 之间的这种影响 它会对你债券的价值会产生这种影响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债券的价值和到期时间之间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给大家结合图形 来掌握后面的一些结论 我们以溢价发行的债券为例 假定我们现在是一个五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是8% 面值1000 每年不复息 典型债券 我们一年复息一次 到期还本 有效年折限率 6%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实际利率吧 我们在会计上就把它理解为实际利率 好吧 来我们把它的时间轴画出来 0.12345 五年期 票面8% 那面值1000 每年的利息就是80 80 到最终收回一个面值1000 因为有效年折限率 80%低于有效年票面利率 6%低于有效年票面利率8% 所以这个债券呢 是一家债券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轴下边呢 我们给大家写出三行数字 你们一表避算 直接看结果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评估任意一个 10点债券的价值 那如果评估0点的债券的价值呢 未来现金流量折限 按照6%的折限率 我评估出来是1084.29 因为这个债券呢 在0点的时候价值呢 是1084.29 是高过面值的 一价 那如果我站在这个点 评估债券的价值 站在这个点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那就是1234 对吧 折出来 它的价值是1069.35 还是高于面值 我评估这个点的价值 未来现金流量 123 评估出来 还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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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到期日 当然债券的价值 就会回归债券的面值 所以你看债券价值 只要没有到期之前 一价债券的价值 都是高于面值的 对吧 接下来 因为债券的价值的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 寄息和割息的问题 什么叫寄息 那你想啊 投资者如果一开始 在这个点花了1084.29 购买了这个债券 相当于你把1084.29的资金 就让度给企业去使用了 那在这一年当中 投资者投出1084.29 是不是要有一年的投资收益 这一年的投资收益 就是所谓的G7的金额 那站在发行方的角度 相当于这一年的利息费用 就是你实际承担的利息费用 你应该计提的利息费用 对于投资者来讲 就是我投出1084.29 这一年应该获得的一个 实际的投资收益 那寄息金额怎么算 那就是按照你实际投出的资金 乘以实际利率6% 所以这个第一年 你能够获得的投资收益 或者说寄息的金额 或者说企业所承担的 实际的利息费用 就是用1084.29 乘以6% 实际利益 投入的资金1.8次上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的利息收入 实际的投资收益 那这个 这些上面的数据 相类似于我们会计上 如果学会计同学 你所学到的 那个贪余成本 那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就是这个实际的投资收益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点债券的价值是1069.35 也就相当于 如果在这个点购买债券的话呢 你相当于要出1069.35 那么这1069.35 在这一年投资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 那就1069.35乘以6% 就是64点 多少 依此类推 所以由于我们债券的价值 每一年你会发现 随着离到 其实越来越近 债券的价值逐渐下降的 所以每一年的往后靠的 你实际的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那么再来看 还有个割息的金额 割息的金额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割息的金额 就是人家发行方 按照合约的约定 要付你多少利息 要给你多少利息 那这个很简单 所谓割息的金额 就是每一年给的你80块钱的利息 那么一千的面值票面率8% 你会拿走80的利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家算一笔账 如果我们建立在投资者的角度来讲 那你看一年初的时候 拿了1084.29去购买这个债券 一年末以后 我能够取得的收益是65.06 那也就意味着 我一年末以后呢 我投入 我购买这个债券的本息盒 应该是1084.29再加上65.06 不就相当于是1084.29 乘以1加6%吗 但是这个数字 就是1084.29 加上这个65.06 是不是构成你下一年继续投入债券的一个资金占用呢 并不是 因为 人家给了你80 也就意味着通过割息 你收回了80 那你收回了80以后 还剩多少 算一下这个数字 就是1069.35 也就相当于继续留在债券当中的投入的资金 也就是我们会计上讲到的贪余成本 然后你又继续流入到债券当中 留在债券当中 投资当中的资金 再乘6% 又获得了这个收益 那你在第二年末呢 又拿回来80 所以1069.35 加上64.16 减80 就是你第二年末继续留在债券当中投入的资金 就这个道理 所以持有债券 先寄息 你先得算一下 你这一年能够生出多少利息 然后因为人家复息给你了 你再把它割掉 那就是剩下的就是留在债券投资当中 继续投入的资金 好了 这个寄息割系的过程 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算法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张表出来 对吧 这张表 你看巨到期日年数 五四三二一 一直到最后零 那你债券就到了到期日 那年出债券的价值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每一年的这个数 每一年年出的这个债券的价值 那寄息的金额 就是用年出债券的价值 就是我们的贪余成本 本质就是你还有多少资金 在债券里面 你用这个数乘以6% 就是你每一年实际的利息收入 所以用这两个相加 得出来的就是截止到 你寄息以后 这一年末的你的本息核 但这个数字 在分期付期债券当中 并不构成你下一年 继续投入债券的资金 因为你还拿回80 每年还会拿回80 然后用这个数减掉80 减掉80 就是这一年年末 或者说下一年年初 你还留在债券当中的资金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 第一排数字的 1069.35 1053.51等等 那最后 当然到了最终 0到7日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 应该你的年末债券的价值 应该就是一千 当然这块一个四手五入 有一个伪差 有个伪差 如果没有这个伪差 最终去到7日的时候 债券的价值一定是等于 面值一千 那么通过刚才我们讲到的 济息割系的这个过程 那么给一个提示 那这个提示呢 在将来股票价值评估当中 以后也会再次提到 一样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既然债务存在 济息割系的过程 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讲 债券估值 就是我们评估债券的价值 就会涉及到 人家让你评估的是 割息前的价值 还是割息后的价值 那割息就是负息 那负息前的价值 这期的利息还没拿到 你就得包含这一期 要拿到的利息 而割息后 也就是刚过负息期 我已经付掉了 那这部分利息 已经收入囊中了 那你债券的价值当中 就不应该再包括 这部分利息了 就纯粹的是未来 还没有拿到的 限定流量的限制 那也就是说 割息前的价值 应当是本次收取的利息 这个利息是不需要折现的 因为很快就会拿到 可以忽略货币实际价值 再加未来 限定流量限制 而割息后的价值 就应该是纯粹的 未来限定流量限制 当然一般没有特殊说明 人家均指 一般没有特殊说明 均指的是本次复息后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债券的价值就是 未来限定流量的限制 我们刚才前面 已经做到过一道题目 对吧 是包含本次将要收取的利息 80 那道题应该是80 没记错的话 这个啊 注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